检證署黄明昭 高检署監察长 航警局局长上午临时召开记者会 因为就在前一天 三位蓝衣立委到柬埔寨 带回一名台湾人 还质疑航警局向在机场抢人 航警局强调 蓝衣立委所说的抢人 和事实不符 警方只是依照程序来处理 对于人口贩卖相关案件 依法对受骗国人询问情形 离行案情 检方也认同这样的做法 依照相关的刑事诉讼法 以及人口翻译方式法相关的规定 来秀这些的入境的这一位 进行相关的一个询问 这是有法律的依据 如果是犯罪被害人 他也具有证人的身份 第一时间非常的重要 过去一段时间 有关台湾民众被人蛇集团 骗到柬埔寨等国家 进行诈骗犯罪 甚至被贩卖器官的案件层出不穷 检证署统计 目前疑似有208名被害人 全国共受理420件报案记录 其中46人已经平安返国 警方也再次强调 这些诈骗集团背后都有黑道帮派 为了避免再有国人上当 警方除了大力扫荡 也请民众勇于检据 只要属实将提供检据奖金 全民一起打击犯罪 这个救人 救到最后怎么会变成政治攻防 我也要来请教一下佩芬 因为其实刚才我们看到记者会 其实航警局警政署 还有包括其实高检署 也都有出席 说这一切的行为 昨天航警局 这样子第一时间 本来是想要先带回这一名青少年 其实一切都是合乎 这个法律的规定跟程序的 那不过因为后来 这个青少年的家长有提出说 他们已经有安排防疫旅馆 等等的措施 所以航警局才放行 都已经开记者会讲成这样了 郭民董还要继续吗 来佩芬 其实这个少年 其实他的家属原来就有报案 当然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 那就警方就是接受到 有报案的案子 他一定要去关切 你说今天假如这个航警局 看到这个少年落地 知道他到了之后 就这样子让他走了 这家属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那我报案做什么 我以后还需要警察吗 就是那大家来来去去 进进出出都可以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国民党的三位立委 你说他有功劳有苦劳或许有 但我觉得更大的成分是 他真的是在作秀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被害人 他就是这个案件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证人 他可以告诉我们的是 他自己被害的经过 还有包括那里的状况 我们现在也知道 还有很多人现在还困在柬埔寨 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被虐待 或者被迫要诈骗的环境里面 这件事情是现在政府的重中之重 所以当然要去了解 他的这个前因后果 从这个个案里面 我们来知道说 我们怎么样再去营救其他的个案 然后再去想办法 就是让我们国人 不要陷入这样子的一个陷阱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如果这个被害人 他的身份 因为我们电视台都会给他打马赛克 可是如果像这三位的立委 他们是作秀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出发的话 大举曝光 我告诉你这个人是谁谁谁 你认为这个诈骗集团 他背后他不是吃素的 他背后这个黑道 这个甚至是跨国的黑帮 这样子的一个 你难保他不会受到二次伤害 你难保他当初已经在柬埔寨 被扣留了这么多天 他的很多资料 其实这一些柬埔寨的这个集团 甚至跨国的这些黑帮 他们手上都是有的 你这样把他曝光之后 会不会他反而遭到更大的威胁 会不会他在那里的朋友们 反而遭到更大的威胁 或者是甚至他在台湾的 这些家人们 遭到更大的威胁 这些都很有可能造成 这个少年的这个恶度的伤害 可是国民党 这些三位立委 他们要作秀 他们当然不会想这些 你光看这个镜头前面 他们这样子紧紧依偎着这个少年 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你这到底是要保护人家 还是你是要害人家 你到底是要抢曝光 还是你真心要引救 所以我觉得你这样子 你妨碍警方的办案 然后你再去把自己想要塑造成英雄 真的这么厉害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这三位立委 可以好好的跟我们全体的国人解释 你到底是怎么救的吗 你真的这么厉害的话 那是不是也不要说这样子什么 就是牵托兴牵托兮 说什么航警局要抢你的功劳 没有人要抢你的功劳 你如果把你怎么救援的经过 告诉我们大家 告诉国人 你开记者会也好 或者是你直接去跟航警局说 我觉得你没有办法错了 你看我这次带回一个 成功带回一个 我告诉你我怎么带回来的 我联络谁谁谁 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 那目前我们都没有看到 我们看到的是三位立委 这样子大具的批评政府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说 他们这么做了一件 他们觉得美事善事 他们怎么做到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现在就是我们也看到说 报纸上说 这三位立委 其实也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看起来是附赎金 那其实在这三位立委 就是亲身到柬埔寨之前 也已经国内有一些家属 他们比较有办法的 他也是透过附赎金的方法 让人回来 那我们想知道是三位立委 我们出动了三位大立委 去了之后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还是仍然是附赎金 那仍然附赎金的话 你这个赎金付给谁 你透过谁去找到 这些人蛇集团的人 找到这些诈骗集团的人 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你有没有更多的资讯 他们是不是 还有共犯在台湾 你是不是这一些资讯 都可以帮忙提供给警方 你真的要帮忙的话 我觉得这才是帮忙 否则你三位立委 三位国民党的大立委去 我觉得这样子去一趟 然后带回一个人 大肆炒作 把这样一件事情 变成一个政治的操作 我都想问说 如果你真的这么行 真的这么能够赢救人的话 那是不是立委不要当了 去当侦探 去当007 我就觉得说 你这件事情从头到尾 我们不是说你不能救人 我们觉得你救人非常好 跟你拍拍手 可是呢 我们也不希望说 你把这件事情 变成你的一个政治红利 变成你的政治操作 我觉得这是所有的 现在还受困在柬埔寨的 他们那些人的家人们 都不想看到的一件事情 国民党立委这样高调救人 这个之后会不会打草惊蛇 会不会整个救援的这个任务 更加的艰难 等一下载阁这边 会来帮我们补充 不过这边我想请教一下静言 同样都是这个国民党的 因为其实今天早上看到新闻 有YouTuber跳出来爆料 他说某政党救人 是套好的 套好招的 是当地黑帮说好 让他们把人给带回来 根据这样的说法 我不知道国民党听到这边 该怎么来回应呢静言 当然我想这件事情 全民都非常关注 尤其是年轻朋友 大家关注的是什么 什么第一 年轻朋友会到柬埔寨去打工 然后居然被诈骗 那大家有所期待 当然就是说第一 政府赶快呼吁 我们看到前几天 警政所长他赶快在机场举牌 对不对 然后劝导我们大家 你如果要出国 你要注意 是不是真的去合法的工作 还是被诈骗 也留下来一些人 我觉得这样很好 我们就希望政府 在这个时候拿出作为 那我记得前几天 我在节目上谈到说 我们有三个立委到柬埔寨 去救援这件事情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民进党籍的立委 就还在宣 就说这三个立委去 我们希望他真的可以救人回来 不要只是去作秀 不要说这个到时候 还是拿工费去考察 这样子 结果我们看到什么 现在好不容易救回了一个 十九岁的少年 却被说成国民党在做政治操作 我真的觉得就像刚刚红路委员 我觉得真的是够了 就是民众现在希望看到的是 我们赶快把我们的人民救回来 不要再有更多的年轻朋友受害受骗 那我们希望的今天无分蓝绿 今天即便是国民党执政好了 我们都希望政府赶快拿出作为 外交部在做什么 我们看到我们在柬埔寨没有代表处 所以是祝福知名市的同仁必须要去协助 那那位同仁他非常的辛苦 我们都知道今天有不管是哪一个政党 结果今天是在野党立委到了柬埔寨去 他们透过交涉把人救回来 至少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昨天我们看到在机场飞机上 不是只有他们四位 还有一百多名旅客 那航警局长就带了一堆人画面上都有 大家可以去查新闻 洪梦凯委员政政前委员的脸书上也都有 大阵仗直接堵在登机一口 然后呢不让他们离开现场 后面还有一百多名旅客 那根据里面现场拍的影片 一开始航警局长说什么 他说是上面交代 听起来确实有点 我觉得有点奇怪 后面他又改口 说是什么 这个要配合调查 然后后面再又说是防疫规定 可是防疫规定 家人这个他们家人 已经帮他订了防疫旅馆了 但是说法一天三遍 不免让人家觉得确实有点奇怪 会不会是说 好不容易在野党的立委 他到了柬埔寨去 透过交涉 我们知道这种情况的交涉 一定不容易 好不容易救回一位少年 这个对全国来说 我觉得都是好事 可以让我们政府做一个参考 我们现在不是在推新南向吗 赶快透过各方的管道 去做交涉 不要再让太多年轻人受害受骗 可是回来却被说成是国民党的人在做政治操作 而且还说疑似 还想要把这三位立委讲成说 好像是跟当地有什么非法的勾结 我觉得站在年轻世代的立场 今天无分正常立场 我觉得听了都会觉得很难过 好 敬言 这个宏伟 我们简短补充一下 我不大认同这样说 你去把人救回来 有功劳苦劳 这我们刚刚也都讲了 但你不能妨害办案 你不能用你个人的思想 自私去妨害办案 为什么 那如果这样子 我所有人人蛇组织 透过你们在野党的立委 我把受害者跟加害者 一起都当成受害者 全部都回到台湾 全部都洗白 那洗白之后 他等风波过了之后 他再来重新一次 这是台湾人民所乐见的吗 一个立委的权限没这么大 不能妨害办案 这位少年 这个有没有妨害办案 这个宅葛这边稍后等一下再帮我们补充 这边我想请靖言 稍微再追问一下 因为刚才有讲到 国民党觉得说 我们派三个立委去救人 也是加辛康啊 好那如果是一循正当管道去救的 靖言你觉得这三位立委 有没有需要出来告诉大家 这当中是怎么穿针引线 是怎么历经千辛万苦 去救到这名少年 是不是也要跟大家来讲清楚呢 我想这位少年 他当然之后 他绝对会配合调查 他也应该要 为什么到底去 是发生什么事 他到底是纯粹的受害人 还是他也被迫着 得去做加害人 我想这个可以等到他安全入境 遵守防疫规定之后 我想警方要请他配合调查 一定会 但是如果大政 国民党立委的部分呢 当然我们都知道 你在做这个任何外交交涉上 一定会有一些沟通的过程 那当然这三位立委 他们是不是说 自己透过自己的关系 然后去跟当地的政府交涉 那透过什么方式把他带回来 我觉得当然第一 大家会很好奇 那我相信如果政府是好好的跟这三位立委 说很好啊 这个就像去年 一开始我们要买这个BNT的疫苗 买不到 后来郭台铭出面处理 那买到了 他是不是说什么 后续我把这些管道交给政府 买做交涉 那这样子 你这东扯西扯 右扯南向右扯这个 完全不回答那个问题 所以今天很简单的就是说 三位立委把少年救回来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但是我们在搞清楚状况之前 就直接抹黑这三位立委说 他可能是跟在地的这些非法集团 用过不合法的方式去做交涉 把他带回来 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未审宣判 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公平 好来 静言完整说明了 国民党这边的想法 来 翟哥怎么看 到底昨天机场这样的抢人的事件 是国民党妨碍办案 还是航警局的说法多变呢 来 翟哥 第一个这个红路讲够了 不是你讲的够了 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套话用话 第二个你不直接回答问题 又扯西南向 又扯什么什么 你都没有回答说 刚刚红路提出来的质疑 他们是怎么带人回来的 这个才是重点 第二个立法委员执权行司法 没有包括这一条在立法委员主导警察 刑事办案 立法院执权行司法 没有赋予立法委员有这么大的权利 红路是立法委员 他就可以证实 这第三点 最后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2005年6月台中 郑南宫的副董事长 郑明昆被绑架 被绑架之后 盐清彪也没有透过刑事系统去处理 透过南部的一个老大 去处理 十一天后 本来绑匪是说一亿的赎金 十一天后缴付了两千五百万 然后在高雄陈勤府放人 这中间该案 在当时的判决书里面 完全没有交代 到底是怎么绑 赎金怎么给 同理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八炯 这个网红八炯提出来的 它是一个事实 我们退一万步 如果是我们的话 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到柬埔寨 去找到被绑架 被害的这些年轻人 然后再找到人舍集团 不管他是中国人舍集团 还是我们台湾的帮派配合 有这些 还是柬埔寨的军方配合 这只有四方 不是只有一方 中国人舍 中国利用一带一路 把整个柬埔寨 纳维他自己的傀儡国家 他的法律 他的军方 他的警方 完全都是在中国军方的配合之下 那我们台湾的帮派 在那边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台湾年轻人 被骗的原因 那为什么呢 你三个立法委员 为什么去阻挠呢 为什么要阻挠呢 如果你的动机是良善的 那你应该是在柬埔寨当地 你去接触到至少有三方面的人 第一个中国人舍集团 第二个台湾在地帮派 因为台湾在地帮派 透过台商 台商 我跟你讲 以前有一个台商很有名 现在是统促党的主席 他在柬埔寨很有力量 全台湾都知道 那跟他也没有关系 是不是透过他 这个他要交代 然后第三个 跟柬埔寨 当地国家的这个关系 不管是警方也好 或是军方也好 一个事情都没有交代 那你说他们有什么功劳 你说他们在我们国内 去干扰整个刑事办案 去了解 这样对台湾的年轻人 有什么帮助 对不对 靖言你是年轻人 你之前也都提出国民党一些 这个你刚刚回答的是 完全都没有回答 完全回避 又扯新南向 又扯外交 又扯什么 完全 完全都不愿意 完全都不愿意 我就问你 立法院执选行事法 立法院执选行事法 有没有赋予他们三个立法委员 在机场可以阻挠行事办案 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 他跟西南向什么关系 然后第三个 他们跟柬埔寨的 这些台商 或是台湾的帮派 或是中国人水集团 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你要交代清楚啊 你完全不交代清楚 你就这样扯 第一个 我觉得财哥他讲的 好像他非常清楚 整个过程应该怎么去交涉 还要这些 这些人水集团是怎么在做 从台从过去 郑明昆 我建议 现在第一个 我认为 现在双方活气都很大 来我们稍微收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 继续来讨论